冬至是团圆的日子 今天的石门区老人会 特别把长辈聚在一起 邀请大家一起来搓汤圆 期待长辈们吃了冬至汤圆 都能够幸福快乐的过个好年 石门老人会每年到了冬至 都会举办一次搓汤圆聚会活动 特别的是在石门区的老年人口比例偏高 往往只剩下长辈与学生共相伴 为此石门国中的世代志工 今天也来到老人会中 要来陪伴阿公阿嬷 表演节目还要帮忙搓汤圆 期待透过每年不间断的陪伴 可以带给长辈热闹温馨的冬至祝福 我们今天带领了16个孩子 是世代志工服务学习 来我们老人那个活动中心 跟老人会一起来搓汤圆 让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阿嬷阿公在一起 世代志工能够融合共融共享 来共同的能联络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 相处能够融洽 促进两代三代之间的一个融洽的相处 我们每年石门国中都会带领 我们的世代志工服务学习的学生 来老妹这边参加老人会的一个 搓汤圆活动 促进我们亲子祖孙三代的和乐融融的一个学习 长辈们与石门国中的16位世代志工交错 围着圆桌一起搓汤圆 很快的一篮篮汤圆就被装满 而世代志工们也陪着阿公阿嬷有说有笑话家常 也边动手搓着汤圆就像一家人一般 随后还要带来唱歌表演来渔青 让阿公阿嬷们很开心 这说起来我们县委屋的老人会 我们的团队可以说非常用心 平常是你看每一天都有老人在泡老人队 还有老人共餐也办得很成功 还有这个踏这个太极军也非常用心 我年初已经第三年喝汤圆 因为当这没顺乡当 应该天气更冷现在更热对 所以当这就要吃鱼 吃了当这鱼就准备好过年 而石门区老人会表示 冬至是团圆的日子 住在石门的长辈平日里 孩子外地打拼 因此要把长辈聚在一起 营造一个佳姐团圆的感受 也期待吃了冬至汤圆 老人家们都能够幸福快乐 过个好年 记者大平函 石门采访报道